朱元璋唯一的脱孤重臣 手握四十万大军可灭朱棣 却把朱允文坑惨了 朱元璋是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 本就是草根出身 最后却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而且他为了防止丞相的权力越来越大 更是借机会废除了丞相制度 这也为皇权的进一步 稳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不得不说 朱元璋在治国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谋略的 朱元璋临死前 知道朱允文威望不够 镇不住天下 他除了开启兰预案 替朱允文摘次 下一招限制朱棣等藩王权限 另外一件就是脱孤 据明史在 帝朱元璋春秋高域赶大县将至 朱王强盛 梅英长寿秘命府皇太孙 也就是说 朱元璋在临死前 给朱允文安排了一位脱孤重臣 且还是唯一的 此人便是 梅英 梅英是如南侯梅思祖的次子 是朱元璋的成龙快婿 娶了朱元璋的次女宁国公主 任父马都尉 不但书读得相当出色 所谓精通经史 堪为如宗 而且公马贤熟 是能文龙我的才俊 朱元璋很欣赏 曾自照赞美梅英精通经史 由此满朝文武 对其都非常的敬重 公元1401年 朱允文当了皇上后 由于肖帆操作不当 引发朱棣的静难之意 随着耿炳文 李锦隆兵败 朱允文意识到了问题有点严重 于是想起了这位唯一的脱孤重臣 命他镇守淮安 手握四十万大军 既防范朱棣 又能当玉被役 静难之意发动后 梅英奉命镇守淮安 对防御之事都很上心 发布号令也很严明 建文四年四月 朱棣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 很快就打败了建文帝的军队 接着以静香为由 御徒借到淮安 梅英说先帝曾有禁令 如果前去上香就是违反禁令 如果违反就是不孝 朱棣知道了梅英的回答之后 非常的生气 派使者前去劝降 说自己是清君策 是顺应天命 梅英一看直接割料使者的耳鼻 然后放走他 并说留下你的嘴巴 好让你对朱棣说什么叫做君臣大义 朱棣非常的生气 而后朱棣避开梅英这四十万大军后 便绕到扬州 直至他最终攻破南京 朱宇文失踪 朱棣登基称帝 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 这位朱元璋唯一的托孤众臣 竟然一直坐在城头看风景 呼闻老婆血书令 朱棣逼迫着宁国公主 写成一封血书寄给梅英 梅英看到血书后 才知道南京的事情 之后说本英君死我跟着死 君生我跟着生 但我姑且忍耐一会 接着未见文帝发丧 之后才前往南京 既然这么忠意 朱棣遥到时 他手握四十万大军杂就不追击 若如此了 朱棣还能攻入南京吗 梅英这位朱元璋唯一的托孤众臣 活脱脱坑踩了见文帝 那么梅英结局如何呢 明时在他上朝时被都督谈身 指挥赵西命人几下打桥给淹死了 却向朱棣汇报梅英是自己投水而死 那么为啥谈身赵西要害梅英 明时有这么一段记载 永乐二年都遇使陈英奏英血仰亡命 与女秀才流失彭血诅咒 帝约正自处之 有人向朱棣揭发 说梅英一纸图谋不轨 还画着圈圈诅咒你 朱棣答 我自有办法 还有一段记载时 朱棣亲自审问谈身 赵西时 这两大喊冤枉 言称是 给了你的命令 我们才这么干的的 为何要杀我俩 此上命也 奈何杀尘朱棣命人敲掉这两人牙齿 随后问斩 但笔者认为这不像是朱棣的一贯作风 只能存疑了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